我是丸子 今天又是想念家乡味道的一天 所以呢自己上手试了一下这道黑蒜子牛肉粒 这道菜在天津大街小巷的餐馆应该是很有人气的 当然就是准备大量的蒜 这个蒜要去头去尾 这样呢才叫蒜子 然后呢可以是牛里气 或者像我一样买一块牛排 还有大量的这个黑胡椒碎 以及呢一些葱姜水 可以把这个攥一攥让它呢更出味 然后准备一些蒜末 还有这个日本的种草呢 其实就是那种可食用的小苏打 牛肉如果你一定要洗的话呢 就是用凉水微微的冲洗一下 然后要把它的水分呢蘸干 之后我们就来改刀 切稍微大一点的粒吧 然后呢放小苏打 是为了让这个肉呢更软嫩一些 因为我怕这个肉的位置不是很好 之后呢放这个葱姜水 一是可以去腥 二呢稍微打一点水呢 让它就是更软嫩 然后呢就是入底位上色 把这些调味料呢都放进来 抓匀 然后呢我们要给它再上浆 放一些这个玉米淀粉 还有就是面粉 我按照2比1的比例这样去放的 也是把它呢充分的抓匀 然后呢你再封一层油 这样让它一会儿不至于都粘连在一起 比较好划开 然后腌个半小时吧 之后我们就先来炸这个大蒜 我用的大概170左右的温度 把它这个表面炸到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顺势把这个牛肉粒也炸一下 把它几两都分开哈 省得粘在一起 我们要炸两次 第一次呢稍微炸一炸让它变色了 捞出来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油温的拉高 我好像是调的18019左右吧 二次呢再进行复炸 让它外面这层户呢形成一个好像有一点壳的感觉 但是没有那么硬哈 复炸以后呢把它捞出来 我们就要另起锅 这个菜呢要用黄油来炒 放黄油之后呢 我把这个一会儿要放的调味料啊 调成了碗汁 因为这样比较省事 然后呢先来炒一炒这个蒜末 之后呢放大量的这个黑胡椒 再来点白胡椒 稍微扒了两下炒香呢 就把这个汁儿烹进来 然后我是加了一大勺糖 因为我不是喜欢特别甜的 把它稍微的这样收一收浓 就把刚才炸好的这个食材放进来 快速的这样翻一翻 让它每一个呢都滚上这个酱汁 这样这道菜呢就做好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从小到大呢我都觉得 这是天津人亲中啊 非常人气的一道菜 大家也可以做做尝试一下 真的非常好吃 我真的是真的很香 很新鱼 每个白 vagy